上次说到唐山麻龙湾 每晚搞狂欢 狂欢的前提是人多 清明上河图画面内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 规模庞大的后备军才是狂欢主角 我估计开张到现在景区里 您人比真人多的情况不少 为啥要有这么多预备队 因为断一只手断两只手断三双手 断胳膊断腿断脚断嘴断脸断头 人倒在床上床倒在地上都很常见 但断了起码说明有过 真正的粗制烂造是直接给木头架子上胡层泥套件睡衣 你很容易误以为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洗浴中心 游客和自己人的区别 就是自己人干完活可以就地把手套留在你人上 游客要是敢摸一下就得罚款500 我知道在除你之外 一个活人都没有的荒郊野岭 看见一大群破衣烂衫面目全非 东倒西歪的人从土里钻出来 你首先反应就是碰见僵尸了 尤其这个动作很难不让人这么想 但不要怕 人家是在帮你捞鱼 大副镖鱼反复向你解释这一点 捞完鱼之后好像还有人就地生火做鱼头泡饼 假东西过于生动就会让人害怕 这两个怪木头桥墩其实是人 过桥之后顺着扯桥怒汉冲我实眼色的方向走 就是狂欢的中心 清明上河图大型诗经演出现场 不过现在演出没人看了 希望这两期视频能让捞鱼帮助的演员重回舞台 可以看出原本是很震撼的一场大秀 这么扑街太可惜了 不过好在农家乐永远不会过气 在这条通往宋朝动物世界的时空隧道里 我见到了各种根雕巨兽 说实话这个尺寸和造型风格 即便打着手电筒我都觉得极为恐怖 很可惜隧道前方不是非洲大草原 动物都是河北农家乐的典型配置 我很纳闷一个人都没有谁在养他们 河北纳尼亚了 但其实也足够好玩 你见过哪个农家乐里能看人体艺术 毕竟麻龙湾的自我定位就特别高 真的不能自暴自弃 在这个君治麻龙湾闲来孤美酒的 勇者斗恶龙主题广场上 2018年竟然还办过大型夜游开幕会 那夜游的人都去哪了呢 他们可能为了夜游冒险住了唐山龙宫 这个宾馆斜门的不得了 我明确不建议你们住 一进门关公对面一个红眼红嘴还没化的大雪人 客房全都开着门 化满龙凤城乡 写满吉祥如意 总是特别吉利 反而感觉想要镇住什么 很明显这个龙宫宾馆已经荒废很久了 但每一间又都像人刚走 垃圾桶里有垃圾袋 洗手台上有洗发水 房间之间还有可以从两侧小窗分别供奉的神仙 可能因为实在太过诡异 周围请来各路神仙保佑住客 没上色的神仙 上了色的神仙 带雷达天线的神仙 总之主办方特别尽力 连肖猜堂都实事求是的修了一个 那为啥还要来冒这个险呢 因为清明上和图还是个升官主题乐园 如果你能在仕途迷宫中 顺利走出一条升官发财路 前方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型彩蛋 游戏规则是钻进无纱帽 跟着地上的铜钱一路往里 千万不要抬头 最终你会看见元宝大印 还有烧黑的贡品猪头 只看钱不抬头 就发现不了这口大棺材 你要早能看见棺材也不会跟过来 不过千万别以为它是啥教育设施 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这里面塞满灯光影响 是真正的坟头奔迪现场